50岁离子 兑现年轻时的承诺带着妻子 沈阳 我们一路高歌猛进 这回是3000里外的目的地云南 已经出了三海关 过了河北 现在已经到了山西境内 今天有时间和大家聊一聊 我们2024年上半年的旅行规划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陕西境内 在京坤高速的城城服务区 今晚我们就注册在这了 咱家大厨在做晚饭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行程 现在我们驱车3000多公里 前往云南的这个目的地 沿途呢会简单的做小目的地的停留 然后到云南临场 四五月份的计划深入湖南 一直想去 这是终于成行了 销香美景 我们火辣香菜通通的都要好好体会 尤其是香菜 我这个不太能吃辣的人呢 也想挑战一下 五六月份的深入游贵州 灵动山水 独具风情 这次必须要好好的深度游一下 上半年呢 我们主要就是这些计划 大家都知道我们福王家 行程啊 总是喜马尤江随鱼而安 只有大方向没有细部的计划 总体来说就是这两个省 这次旅行呢 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要做 有的朋友看过我们之前的人生愿望清单的那期视频 对今年开始我们要逐渐的去实现和完成 有一个引起了好多朋友共鸣的人生愿望 就是找一个自己的小院子 山水间一个小院落 前庭开花后院种菜 所以今年的这个旅行主题呢 之一吧就是寻找小院子 我们会在旅行中留意不同环境的地方 无论是三间秘境 海滨村落 古城小镇 反正是布局一格 重点是适合也看缘分 到时候要请大家也给我们建议 还有一个事 这次呢我们为什么先去云南呢 我们要继续深入寻找源头好货 去年我们的源头好茶 在云南的这个好茶获得了朋友们的一字好评 就特别开心 今年的新茶要上市了 我们这次到云南临昌原产地 寻找高品质的红茶白茶普洱茶 追求高品质宁可找不到 也不降低标准 不辜负朋友们的信任 而且这次去云南呢又可以参加盛大的泼水节 正是这个时间啊 去年参加泼水节的经历真的是超级爽 人生第一次被别人往身上泼水 泼成落汤鸡高兴兴奋 大体的计划呢就是这样的 上半年湖南贵州两省 有了解这两个省的朋友 可以给我们一些深入游的建议 让我们有好的体验 也拍出好的视频 看看今天晚上我们吃啥 晚上吃啥呀 腊肠 不是是晚上吃包仔饭 包仔饭 我喜欢吃 还有放了胡萝卜 小青豆 香菇 这是做包仔饭的 对对对 然后呢 再拌一个熟鸡拌葱丝 还有个花葛白萝卜汤 白萝卜丝汤 行了 太好了 可以哈 不错不错 小哥 其实做包仔饭还挺方便的 就这些食材 那个锅底一放就可以了 我们要放包仔饭的小料了 我们准备了腊肠 香菇 小青豆 还有胡萝卜 这个包仔饭呢 是我们 自己的家常的做法 因为我们在赶路 也不能做得很复杂 我们就做了一个 非常方便的家常火仔饭 再淋一点点香油 盖上盖子 等饭熟了 菜也熟了 就可以了 少放一点点糖 再来点酱油 少放一点点盛醋 一点点 因为大鱼不吃醋 要自己有点少啊 再来一点点香油 非常简单的小斑鱼 但是大鱼和小斑鱼都爱吃 特别清爽 做个简单的萝卜丝花鱼糖 特别棒 包仔饭出锅了 最后淋点小酱油 冰箱里的小凉啤酒 旅行路上不能减少棚杂 但是也可以做出 美味的减餐 美味的减餐 然后咱们冰箱里有凉啤酒 爽 尝尝包软饭 做个简单的糖 还是熟悉的味道 又回到了我们房车旅行上的这个节奏 生活节奏 然后在赶路的时候 小妹也不将就做的菜做的饭 我们这几年旅行啊 无论是在住营地还是在旅行路上 每一餐饭都认真准备 我记得蔡兰先生说过一句话 人生吃是大事 洗漱一天早晚两次 吃饭要一日三餐 吃很重要 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吃饭